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邀請來北美做一個巡迴 那今天來到Boston是我們的第五站 然後明天呢他們就會去紐約 所以我想今天的活動 我會請同學們就先分享一下他們個人的經驗 然後開放大家問題 希望可以多跟同鄉有點交流 那之後我們會幫我們團體之一 黑色導播青年募款 然後那這個募款的用處就是 一方面是cover他們這次巡迴的花費 二方面是捐給黑導青 好那我們就 我就不多說先將賣出光交給你們 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在這個地方歷史意義蠻重的 然後也蠻有負擔的 時間穿過五年其實我們來會包成家 差不多來不到大概12個小時 早上飛機一到然後演講完 就在harver演講完之後 就在old school演講完之後 晚上就飛去 我忘記飛去哪裡 飛回去 然後飛回去 森林斯高海市那邊 有點旺 然後待不到12個小時 那不過這一次我們多一點時間 就我們最後好像到了 然後 很感謝大家今天就是 先辦了這個 就是在這邊辦了這個活動 然後有很多東京來這裡 早上在聽說 那個 大家在 中部的 在開箱 在說 這個東京的參與 說 有時候 但我沒有贏啊 沒辦法排隊的時間在 參與這個活動 在管 今天看得太多人 其實很開心 好 但是老實講 我這個問題是說 你比較 比較高興的是說 因為 我等一下在那個 燕京圖書館 還是 對 對 燕京圖書館那邊有另外一場演講 是跟 那邊的台灣留學生 可能台北人第二代 那邊 對 今天比較好笑 是說 兩天文文貴 所以 這次大可能沒辦法跟 那些 那些營養跟那些 少年人 這個會 多一點的交流 這就是我剛剛比較好笑的地方 不過 大家要 旁邊有機會 可以跟這個會 繼續 這是比較好 對啊 我就先 總共介紹一下 我叫林北凡 然後 現在在台大正系 碩士班四年級 對 碩士班四年級 不是 不是 碩士班四年級 對 是說我論文 論文還沒寫完 對 其實是 剛才是寫的 所以 所以應該幾把時間 帶來他們一樣 好 但是 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大概參與了很多運動 然後 我們一來家的時間 其實是說 把媒體我們都來運動 那我 因為不好意思 我的台語說 我沒有什麼 說完全這麼冷 所以我可以跟我們 替 用北凡位跟台語 稍微 交換一下 就是 可能輪替的講這樣 所以 下台語是多少 不要 不要介意 好 我先講一下說我們今天來這邊有兩個團體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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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大家看到那個 品渝跟裕芬 他們兩個是 現在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發言人 那 其他的三位 就 維庭 富怡和我現在島國前進的成員 那 島國前進其實他這個組織 等一下黑島性的部分 我想說 給那個品渝哥介紹 那 島國前進這個組織 其實是我們從這個今年 4月10號離開議場之後 就 離開立法院之後 我們成立了一個新的團體 那我們成立的團體的時間大概是在5月 5月 28號 5月18 對 5月18 對 我們成立這個團體的時候是5月18號成立 那為什麼你這個新的團體 其實 最重要的 我不要說 因為在佔領立法院的期間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台灣的整個 待遇政治 立法委員 或是說整個 待遇民主制度 我們選出這些立法委員 作為我們的政治代表 在立法院裡面 他們做民意代表 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而且我們快點公共這些 待遇政治的制度 在整個立法院裡面 運作的狀況 是非常的 荒唐 那 現在基本上台灣的整個立法權 幾乎是被行政權去架空 就是說我們看到行政權不斷的在透過 不然你會透過他的黨紀 國民黨在國會裡面的多數 去壓迫這些立法委員 要通過一些包含服帽這樣的案子 或是說在這個 治經區的條例等等 我們看得到這個行政權去壓迫立法這種狀況 那 所以 在 三月份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於三十秒 有張信中的事件 就剛剛說是土蘭 那個土蘭 那個土蘭是說 長久以來累積的成果 就是 過去一段時間 很重大的 很重大的 這個爭議 的議題 包含從 2013年 2012年 反明天我們到2013年 可能最大的事件 是這個大埔的事件 那甚至說 這過程當中 還有很多工人的運動 包括華龍罷工的事情 然後包含這個 全國官場工人連線 他們催討他們的這個 政府向他們去追債 那 這個過程當中 已經累積很大一股不滿 跟很大一股 這個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但 我們沒有辦法透過代議政治的制度去解決 在立法院裡面 沒有人為這些人說話 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看不到 這些問題被解決 所以 今年三月份上三十秒的事件發生 最直接的感觸就是說 這個民主制度 或憲政民主的架構 基本上已經完全被破壞掉了 那所以兩個人看了手工說 我們要透過一個佔領立法院的行動 去佔領國會的議場 那佔領國會議場 那佔領國會議場 這個問題其實說實在還沒有解決 你說這個問題 其實事實上還沒解決 但是我們看到世界各個國家 其實 過去一段時間 在對於代議政治的反省 或是說 對代議政治不足的時候 它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武器 其他的工具可以使用 那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個國家 包括可能在美國大家都很習慣 只要到總統大選 或是國會選舉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的公投的議案 各式各樣的公投 什麼六國 每天要六國七小時 這個也可以說公投的議案 但台灣卻沒有一個有效的公投的制度 現在台灣的制度上的設計 我們光是連署成案 就經過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這個 大概九萬多分到十萬份的連署出 然後這九萬多分到十萬份的連署出 連署完之後 要送到公投審議委員會裡面去 讓公投審議委員會去審議 那公投審議委員會審議完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連署 第二階段的連署你要在半年之內 半年以來你要簽點 差不多九十萬跟一百萬 一百萬的連署出 然後才能夠正式成為公投的題目 正式成為公投的題目之後 還沒什麼 正式投票的時候 當天有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門檻 那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門檻 換算成台灣的上一次總統大選選舉人 大概是九百多萬 你要九百多萬人出來投票贊成 這個議案才會 才會過關 但是我們大家過去看到說 中統大選 賣給他 2012年 大家買一個拿到多少票 大家應該都知道 都有八十九萬票 但是一個公投成案 要九百多萬票 所以這個完全是制度上面不合理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連台灣連最基本的公益投票法 最基本規範都沒有 所以說這個制度上面是完全是扭曲的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我們先從這個最關鍵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前一陣看到 在前兩天才剛發生 和四公投的就是那個環盟那邊 台灣環保聯盟推出來的和四公投 送到公審會之後 他們有十幾萬的這個聯儲書 送到公審議委員會之後被公審會否決 那被否決 理由很簡單 就是說他 他認為說 環保聯盟提出來的這個公投 是一個反面的論述 那跟他們自己的原本的立場 但是為什麼我有這個要 每次在公投裡面要去爭辯 這個到底是 你是要爭辯論述還是反面論述 那其實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那百分之五十的公投的門檻在哪裡 就因為我們百分之五十的門檻 所以大家都在算說 如果我有設定這個題目是 你是否贊成合適庭建 那你如果是設定這個題目的話 那你如果過不到這個 這個百分之五十的這個投票 投票率 那大家直接視為是這個 反對 合適庭建 就變成是支持 那或是你是否贊成合適庭建 那反過來也是一樣 所以大家不斷在玩這個文字上面 遊戲的基因委 公有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我們看 那基本上這個制度在2002 2003年的時候 公投法 台灣公投法通過 他基本上就已經行錯了這一步的鳥王公投法 那雖然在民進黨時期 通過了公投法 但是我們知道都沒有問題重重 所以一直到現在台灣有六次的全國性的公投 沒有一次通過 那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我們這次反福茂的議題 而福茂的議題大概都在說 福茂的議題本身背後 他最直接跟他關聯的 就是說在2010年的ECFA方向 如果說你2010年的時候 其實實際上2010年的時候 就曾經有人提出過要ECFA公投 那確實他們也去連署成案 那當時後在連署的過程當中 主要是由台聯黨去發動這個連署 送到工審會之後 一定要被否決 因為工審會覺得說 你台聯提出來的那個 那個公投的題目 就是ECFA公投的題目 不符合他們自己的反對 反對ECFA的立場 所以把它否決掉 但是你自己想要 那否決掉之後 後來打到行政訴訟 現在一直到現在 那如果當時候我們是有一個 強而有力的公投的工具的話 其實台灣不用搞到現在這個樣子 台灣早就已經可能可以透過公投的方式 直接把ECFA否決掉 就不會再有後續的這麼多其他的協議 所以我們現在搞不清楚 我們現在在推動的東西 就是說 公投法補正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當然不是一個最新的議題 因為實際上最貴旗主要是 我們快要說 林靖雄先生 是林靖雄先生 他在台灣在組織這個人民做主的運動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人民做主的運動在 為一個台灣的地方 一種行腳 然後甚至環島行腳的行動 那其實他們在推這個公投法補正 跟修法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推動公投法修法 其實說我們現在在推動的東西 是說我們要套櫃公民投票法 去修公投法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透過公投連署的方式 我們也是一間一間的連署出 落一槍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裡面有一個很訓練的地方 就是大家剛剛說 那為什麼你們要陷入這個邏輯裡面 你們為什麼要陷入這個公投法的邏輯裡面 才去跟他簽一張一張連署書 但我覺得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是說 在台灣確實一段時間下來 我們要去施壓立法院 包含前一陣子佔領過國會之後 我們還有哪些 比較有效的 去這個 去向立法委的施壓的方式 那所以 其實大概最高張力的 在佔領立法院 大概我們也做過 那當然還是有限 就是說這樣的運動 還是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嘗試著去 通過公民投票有一個嚴肅 那我們希望在明年的春天的時候 能夠累積一股新的 新的能量和新的力量 就是大家簽連署出的過程 那個過程當中 是把每一份連署交到我們手上 某種程度要代表對我們一種信任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嘗試去做組織 把原本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關心服貿的議題的這些人 然後包含前一陣子佔領過三一發的這五十萬人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一個 透過這個簽公投聯署出的過程當中 能夠去把這些人組織在一起 所以大概有這幾個目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透過公民投票 把這個公投聯署 來去修公投法 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那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想 等一下 我一定可能會再多講到說 我們接下來可能會面對到幾個重大的議題 那這個公投法修法本身 對我們而言有什麼重要性 那 我想是稍微再最後再講一下說 這一次很難得來到北美 那 也剛好今天有兩個團體在 那我們今天導國前進的部分 我們 我們 其實蠻不希望再向這個 這個 台美人 好 Dbigo在台灣東北 有一個大哥在募款 那所以我們自己的部分 我們不會 不會募款 那不過如果 呃大家有意願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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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意想要去幫忙 其他的各個組織 包含這個黑島心 好 那大家可以就是 呃 還有一組 就是 就是 可能再幫忙他們這樣子 因為台灣 其實還有很多 其他的團體 那 對我們來講 我們現在 呃希望做的事情是 大家可以 等一下我們會拿那個 公投聯署柱給大家 那所以大家可以簽 現在就可以現場簽這個公投聯署 好 那我們會直接把這個公投聯署柱 帶回去台灣 好 好 先簡單介紹 好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 就是周副儀 祝侯儀 那講 我現在在台灣大學 他立書所補助班 那是做台灣史的研究 那 本身也是 聯合金金會 進行中 不然2012年的 米東下人會 可能跟一些鄉親金 不然那時候剛好 沒有百到這裡 那這次是因為 和太陽花運動 那 港湖前進的成員被邀請 那我才 可以有這個機會 來到 郭師傅跟大家見面 那 其實 但是 今天在這裡 那個感觸還蠻複雜的 因為很多時候 東友跟我們說 很多就是 美國獨立革命的一些故事 這樣子 那我想我今天 因為 台灣前進的一些工作 其實會 呃 剛剛非凡已經有談了一些 那等一下 魏廷也會再補充 那我想 可以說一些 因為很多東友 很關心 年輕人到對這個運動 之後 大家有什麼變化 對 那被來可以 跟台灣的小人 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 大家這個運動 看著我們小人出來 大家 各位長輩就要退休 就不再困難 其實我們是 我們也說 大家可以 不要說 都交給我們 應該是大家 要做會 繼續拼下去 可以罵 啊 所以幾個時候 這是 我們 我們來到這裡 其實 如果有很多長輩都很關心 這個運動之後 可以做什麼 那我想我等一下要分享 就是 針對就是說 到底 這個運動之後 影響一些少年人 有什麼樣的選擇 因為有些地方 好像很多人都說 台灣的少年都不喜歡台灣 都沒有國家意識 好像 這樣子好像 台灣日本會 就被中國統一這樣子 但是在這個運動 太陽化運動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就是 那些年輕人他們其實 是 超脫了過去 北部的一種南綠意識 因為像我們在運動 在運動前期間 我們遇到就是 有一些 年輕人 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有放一部那個 卡諾的電影 那個是威德聖導演 330之後 已經放一部 等一下 來 幫我們打氣這樣 在異常裡面 那那個電影放完之後 本來 放一部再十一點 大家應該睡了 可是 電影放完的最後 就是全部的年輕人 就是大家都自理鼓掌 然後一直喊 台灣家 台灣家 那部電影在講的是 日本史達 我們台灣的前輩 他們打進 家農的那些前輩 打進日本甲子園的故事 那雖然說 最後沒有拿到冠軍 可是 靠著就是 堅持著這個勇氣 所以 其實讓我們台灣 台灣人 當時證明的就是 我們雖然是殖民地的子 的子民 可是我們有 不服輸的精神 那那部電影 後來就是 我幫料料 很多年輕人 也上台去分享 都是看電影的 一些感覺 那其中有多年輕人 就講說 他對台灣人來 他爸爸媽媽都回去 中國民動 他是老頭來這裡 台北人來這裡參加運動 他這個運動後 讓他感到感到 我應該還照 爸爸媽媽的那個想法 那他自己也要去認識 台灣的民主 那有些年輕人 他們也分享到說 其實他們也被抱媽 帶去參加那個 紅山軍的遊行這樣子 那可是這場運動 其實讓他們 重新去思考 到底台灣的民主是什麼 那這個過程 其實運動過程裡面 也有很多 白色統或政治受難者的長輩 到現場去幫很多年輕人打氣 尤其白狼來的那一天 就只會 不管是 過去是左統 或者是毒害的長輩 都到現場去打氣 那希望 他們就跟過去 概念時代 很多國民黨統治的時候 他們如何 我們的民主 可以踐踏 一些故事 那其實 台灣的年輕人 在這個運動過程裡面 他們跟這些 過去紀元時期 這些長輩的 這些歷史的故事 裡面 已經換得了 但今天用有這個民主 其實是 很多前輩的打拼 才有今天 那 現在我們 就是太陽化運動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讓大家去意識到說 台灣民主的可貴 我們必須透過每個人去捍衛 而不是再向過去教育 告訴我們就是冷漠 我們不要管政治這樣 所以其實在運動之後 我們發現說 全台灣各地 除了黨國前進成立之後 各個地方的年輕人 不是只有在校園喔 包括上班族在 在接頭路的這些少人 現在站出來 去參加這個補正公投的 這個連署的活動 另外還有一些少人 就是把立法委員 比較表現不好的 國民黨立委他們 要發動罷免 那我本身在中華 我看到的是 一些少人 如果自己組織起來 因為中華回去 是一個共同公寺 歐記賣一個故鄉 那很多年輕人他們就想說 為什麼我們彰化 只能夠一直選那些 有地方派系 或者是 或是有那種 什麼貪污的一些 政治人物來 代言我們的政治 那他們也組織起來 要去影響 今年年底的 管情長的選舉 他們要把一些 過去這些候選人 他們在問政的一些資料 透過收集 透過網路去組織起來 然後散發出去 給更多不在 出去外面 在台北工作 或讀書的年輕人 影響他們回來 自己的故鄉投票 那其實我們看到 台灣很多的年輕人 就是開始在這個運動之後 他們意識到說 我們的政治 其實不能夠再像過去 那麼冷漠 爸爸媽媽告訴他們 我們不要再插進去 可是如果不管政治 我們就是會一直發生 像張慶忠那樣的事件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 目前的狀況是 很多年輕人都想做事情 可是要做什麼事 其實大家都要用自己 就是我們 大家都只能用自己 所想到的去做 可是沒做就是沒有機會 你如果沒有去嘗試 就是沒有機會 對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 這會是中間 我們的年輕人 其實開始凝聚起來 那包括在海外 我們這次來到各個地方 從那個 美庫夫人那邊 一路過來 其實很多的年輕人 在太陽化運動 他們在海外 也發起了全球串聯 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也讓他們去想說 有沒有可能在海外 做一些事情 對 甚至也跟同鄉們 有一些互動 那有些同鄉會覺得說 反正我就退休了這樣 或者是我只要負責捐款 可是 我就覺得說 各位長輩可以 也許你可以思考 就是說 可以把你們過去 在蓋陽時代 一些民主運動 一些經驗 可以跟這些少年人混合 跟他們說 因為台灣 不知道 台灣很高興 就是我們的歷史 是這種斬斷的 我們日治時期的那些長輩 他們可能在日本 他們變成是日本殖民地的人民 然後到日本留學 然後想辦法跟台灣的 這些知識分子的互動 然後組織台灣化協會 推動運動 再呢 國民黨的統領在 大家來到美國留學 那在那個 戒嚴時期很多的 比如美麗島事件 各自各樣的事件裡面 去想辦法 去把台灣內部 戒嚴的聲音 發散給全 給世界的人聽 那 包括這次太陽化運動 其實我們都是在做一個 不管島內 或者是島外 我們是打的 做會類的 那我覺得這個精神 其實就很像 剛才你長輩跟我們講 那個命令們的故事 這個運動 不是只靠著 我們少數幾個人 然後才有這個運動的能量 而是靠著每一個人在這個裡面 大家透過網路 有的是發發訊息出去 然後有的去做轉播 然後有的是把照片 撲到那個你認識的那些 海外的媒體記者那邊去 那因為有每個人 在這個裡面的一分力量 我們才可能把這個運動弄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沒有預期 會佔領成功的運動 那如果沒有大家平常 就是做草根組織的話 我還有這些同宵的網絡 我覺得這次運動 沒有辦法就是 讓全世界去知道說 台灣到底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跟中國抵抗的是什麼 所以希望東界運動 要讓大家繼續打廟 因為這次其實只是一個 抽考的 就是只是一個 斷考的一個成果 斷考的一個結果 因為接下來這幾年我們面對的狀況 會更堅決 因為中國是用經濟的 經濟去包圍政治這樣子 那其實什麼時候是起末考的 不知道 那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繼續打廟 謝謝 大家好我是賴玉芬 然後我現在在清大人社 一年級 然後我現在是黑色導播 中間正確發言人 那我旁邊這個品質 他現在也在黑島青 然後我今天想要先簡單 跟大家介紹一下 黑島青從過去年開始 然後大概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還有他自己的中心的裡面這樣 下一張 這是去年七月三十年的時候 我當時其實是 黑箱普貿的事情 剛被前國政府的好名義揭發 那當時黑島青他就 跟了各個大學的水分社團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中山大學才一代的清大 那其實大家就是 學生們就覺得說 這個政策在還沒有透明公開的狀況下 草草的就想要立刻簽約 通過其實是 一件 非常非常沒有程序真意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大家其實是 如果有這件事情 然後到立法院前面集合 這也是黑島青第一次的行動 下一張 然後在那之後 下午後那個時候 黑色導演的熱線就正式成立了 然後總招出未遙 那當時一個組織成立 畢竟需要招募是一個成員 所以大家就辦了一個工作坊 叫不自由的自由年代 然後找了講者來演講 關於中國因素 然後關於自由貿易 然後關於在現在 就是在自由貿易下 然後台灣面臨了一些危機 然後下一張 這是930的時候 因為當時其實大家知道 胡茂這件事情 政府非常想要快速的通過 所以他連公聽會 一開始連公聽會都不開 那後來呢 就是因為我們730去 計法院前面的衝場 所以後來政府才承諾說 好那我們就開16場公聽會 可是大家知道這16場公聽會怎麼開的嗎 他分給國民黨8場 分給民進黨8場 那民進黨就說 好那我們兩個禮拜開一次公聽會 這樣我們可以慢慢的研討 這個公 慢慢研討 國務要簽訂之後 台灣產業可能面臨了衝擊 可是國民黨就耍了一個花招 他8場公聽會 他把他集中在3天內把它開完 他第一天開3場 第二天開3場 然後第三天開2場 從早上9點開到晚上9點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這些產業代表 他必須要擠出時間 然後到公聽會上面去 然後吵吵的把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擔憂報告完 那這件事情會讓我們覺得說 國民黨其實完全沒有要清天明義的意思 所以在9月30號的時候 大家又跑到立法院前面 然後當時就是抗議說 3天8場公聽會趕場公聽這樣 下一張 一直到10月10號的時候 大家應該記得去年 其實發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議題 包括大埔 包括紅仲秋 包括九月政爭 那當時大家其實會覺得說 一個國家在這一年內 發生那麼多不幸的事情 那在委來講 這個政府他應該是要 重新好好檢討自己了 可是到了9月的時候呢 馬英九在做什麼 他在忙著把王精明鬥掉 他忙著把王精明從他的 他的位置身邊拉下來 結果到10月的時候 我們就會 他現在還就是邀請很多外賓 然後來參加台灣的國慶年齡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所謂10月10號的國慶日 他已經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 而這一年 台灣發生這麼多名不聊勝的事情 你現在就來大張旗鼓的 想要慶祝這個節日 所以我們在10月10號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一個突襲的計畫 你在10月8號的時候 就是大家應該記得 我們有衝到砍到前面去拉補條 然後10月10號的時候 是當天早上我們充劇嗎 大概有兩百多個學生吧 然後這是那一天的畫面 下一張 然後這上面是其實錯的 這是後來大概11月左右的時候 中國的陳德明來台灣 那他在來之前 他其實就有就是很直接的說 他這次來台灣 其實是為了要探視台灣的產業 那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過分的心態 因為福莫行李還沒有簽訂 而一個中國的官員 他就要以視察的姿態 然後來台灣的各地 包括新竹 我唸清華嘛 那隔壁就是那個組科 新竹科學園區 他當時就有去科學園區 然後跟高科技的各個董事啊 經理啊 然後去探訪他們的相關產業 那對我們而言 這其實就是一種 在福莫行李簽訂之前 他就先來規定說 哪些產業以後 以後可能可以跟中國簽約 哪些產業以後可以發展 但這對我們來講就是一種 你其實就是等於是說中國 中國方面政府已經 跟馬英九私底下談好說 福莫就是一定要過 所以他可以提前來視察 那當時大家的學令就是說 我們要在陳德明來台灣的時候是接機 就是在機場的時候 我們開了記者會 下一張 然後這是今年3月17號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大家看到海豹就可以知道說 318其實完全是一個意外 就是他其實沒有一開始就打算要佔領 因為範圍上有120個小時 就是因為在318的前一個禮拜 我們得到消息說 下個禮拜 不怕誰就要馬上迅速的闖關通過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好 那我們預計 國民黨會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可能在民進黨 有一些佔領主席台的動作啊 然後可能送初委啊 然後之後再送交院會 可是沒想到在3月17號的時候 張慶忠他就用30秒的方式 他躲在廁所 然後草草唸完那個法序 唸完那個行政命令 然後就把它送出耶 所以其實317的時候 我們還發一張照片 是說守護民主120小時 因為一天24小時 然後五天就120個小時 我們本來打算把戰爭 打敞到五天的 結果第一天的時候 因為張慶忠30秒的事情 下一張 我們就決定在318的當天晚上 我們就直接衝進一場了 結果沒有想到我們一開始 只是打算我們進去之後 然後就會被拖出來 但到後來一待就是24天 下一張 其實當天就是我們在那個門 然後跟警察的一些衝突 下一張 那其實場外也是就是守得非常辛苦 當天場外他們這一張是衛陽在鐵門下 那時候是在立法院的康院餐廳那邊 然後當時其實是就是 因為大批學生從網路上得到消息 然後想要衝進立法院內 可是警方就把鐵門守住 然後不讓學生進來 那在幾波 就是到半夜三四點的時候 他們已經經過幾波激烈衝突 鐵門還是不肯不肯拉上去 結果到後來 衛陽就直接衝到鐵門下面 然後就對著警方大喊說 你們現在有時候就把門拉下來 然後把我壓死 然後這樣的話學生就進不去 然後警方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跑了就有點嚇到 然後後來學生又跟他們經過幾波拉扯 之後鐵門就被拉上去 所以外面的民眾就可以從康園那邊 然後大批進來支援 下一張 這是三二三三二四的時候 公佔行政院的照片 那照片上也是我們當時 還有性的成員 下一張 其實行政院這件事情 算是逆轉整個運動的一個契機 因為這件事 當天的鎮壓其實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是近幾年來 就是比較大規模 然後比較明顯的 明目張膽的一場鎮壓 那很多年輕人 其實是因為當天在行政院的事情 然後才決定有了330 那一場50萬人的大遊行 下一張 右邊這張也是325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行政院事情 剛剛過了之後 其實一開始 其實是充滿風聲鶴唳 然後檢方當時是平留命的 想要找出所謂守謀是誰 結果魏陽那時候就被用六項重罪 申請羈押 然後他還在那個 等待羈押情的小環節 他在那邊過了一個晚上 結果325的時候 他就是打官判他無保釋放 他出來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一群同學 在北檢外面 他自己的回聲給他 下一張 那在運動結束過後 其實 就是運動的高潮總是會過 那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那些熱情留下來 然後繼續做陪力跟組織 所以其實在5到6月的時候 黑老師就開始在各地辦工作坊 包括像台大都有辦 然後中山然後腳大也有辦 我們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巡迴全台 然後在各地找到當地大學的年輕人 或者是找到當地 就是希望可以持續參與這個議題的人 然後我們可以讓他加入黑老青 我們一起就是上課 然後之後一起做事 下一張 那這是6月21號的時候 我們跟另外兩個組織 包括像運動當時成立的 民主黑朝圈聯盟 然後還有運動結束過後 一群一場內的決策幹部 出來成立的民主鬥陣 那當時我們會存在621辦晚會 就是因為去年621號 就是好民意發表那篇文章的時候 也是在那個時候 大家才意識到福茂這個議題 開始關注 所以一年過去了 這個東西現在確實是被我們卡在 卡在立法院 可是這件事情 並沒有讓政府的態度 有任何轉區軟化的跡象 所以我們就在今年的時候 辦了一場晚會 除了是紀念這個議題之外 同時我們也要向政府表達 如果在這之後他還有任何強硬的手段 我們也會持續抗爭 下一張 這是今年626到627的張志軍行動 那張志軍其實在來台之前 他就有表達出 他希望可以跟台灣 談談物色辦事出的事情 這其實可以顯見說 在即便三月的時候 我們發生那麼大規模的碳氧化學運 可是在運動過後 中國對台灣的政治野心 他其實沒有 他沒有絲毫減少的跡象 他其實還是想要持續推動他的政治議程 包括胡設辦事處 然後到後來 他甚至還說出 喔台灣的未來 要有中國 十三億人民決定這樣的話 其實在內地就顯示說 他可能之後要先和平協議 再後來就可能是終極統一 所以當志軍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要有一點就是比較衝場的行動 左邊就是在屋來的時候 當時我們幾個黑島線的成員就是 前一天晚上先去他們的溫泉會館那邊租了一個房間 然後到後來隔天張志軍的車隊要緊過的時候 我們就把鐵鍊跟麻繩綁在我們的腰上 然後一個一個綁起來 然後一群人衝到那個馬路上面 然後把那個車隊擋下來 那其實那一天的狀況非常的危險 因為一群人然後身上把的 綁著鐵鍊綁著麻繩串在一起 可是當時是有居民因為沒有辦法接受說 你們為什麼要擋住馬路 你們為什麼要攔那個車隊 就是他會說說 喔你們要抗爭是你們的事情 就為什麼要擋住我使用馬路的權力 所以其實當時是有居民直接騎摩托 從我們的鐵鍊跟馬繩衝過去 那大家知道其實一群人串在一起 然後一個地方被車子衝過去的時候 其他人就會跟著往那邊拉 所以當天結束之後所有人其實腰都受傷 就是有很多鬱心跟紅腫 然後這其實是一件還蠻嚴重的事情 然後後續在網路上其實有引起一波討論 就是關於說抗爭這件事情 你有權力抗爭 可是你有沒有權力去侵犯到其他人過馬路的權力 或者是有點像去年 全國觀賞公文連線 他們就是在台鐵那邊握滾一樣的狀況 那右邊這個是他到高雄的時候 我們跟高雄在地的一些NGO 然後還有學生團體 我們一起也是在高鐵站 然後要抗議張志軍的事情 這是他們當時掛下來的普條 下一張 那接下來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 其實黑小線的路線就是左撥 就是希望可以把台灣的包政黨 或者是以後的執政政府 把他們推上一個比較像左派的方向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台灣最大的兩個政黨 國民黨的民黨其實是友情的政黨 他們的利益對象不會是人民 而是資本家跟財團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希望將來可以有一股勢力 或者是說可以改變現在就是 就是現在當局最大的政治勢力 他們的傾向 然後獨的話就是當然希望台灣 會成為一個獨立建國的國家 下一張 可是我們在這裡想要比較的是 就是現在是一輩的年輕人 他們對於台灣的認同 跟當初就是各位民主先進 就是以前台灣很敏單的時候 對於台獨的想像 最終其實是有一段鴻溝跟落差的 那我可以先簡單介紹一下就是 我來做個開訪牌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其實是1995出生的 然後我們這一輩的人 其實 從小到大 就是我們是怎麼長大 然後怎麼看台灣的 我的歷史課本其實在 在我的認知當中 他對於台灣過去的抗爭歷史 沒有太多的闡述 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 林宅寫案跟正南榮 事情在我們的課本上寫了多少年 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 有寫票到沒有 有寫票到沒有 我在今年228的時候 我要回去翻一下課本 因為我當時就基於一個好奇 我想要驗證 我腦海中印象是對的 那確實我後來就發現結果是 鄭南榮的事情只有用一行帶過 就是1980前後有發生幾件 比較可怕的事情 包括鄭南榮 包括陳文成 那林宅寫案呢 他就是旁邊放在那個課文 邊邊有個小框框寫 是知識家 然後就介紹 林宅寫案是林義雄 他們家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當時的感覺是說 我們的歷史課本沒有告訴我們 太多過去 關於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有發生過多可怕的事情 這些事情到現在還沒有被轉成正義 那可是我們學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會學會蔣經國偉大英明執政之下 十大建設有哪十大 我們還要在地圖上面畫出來 那個十大建設在哪裡跟哪裡 然後我們還會背說 以前那個什麼李國鼎啊孫韻璇啊 對台灣的經濟起飛貢獻多麼大 這些東西我們會學 可是關於抗爭的歷史 關於過去那一段白色恐怖的歷史 我們就是學的很少 那可是雖然說歷史 對我們來講其實有一點點 國民黨執政下的歷史 確實對我們來講是 沒有跟我們太多關於台灣歷史的觀念 可是同時我們這一輩的人 對於台灣的認同也跟國權不一樣 我們從小大大可能就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這個土地上的人 我們就是這個國家的人民 我們不太會有那種錯亂 就是說我到底是中國人 還是中華民國人 還是台灣人 這樣的錯亂對我們來講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陳真子其實蔡英文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他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是天生的小台獨 那我是蠻認同這樣的說法的 因為現在的人他對自己的國家有認同 可是這樣的認同是中華民國的認同 還是台灣的認同 我自己會覺得這個要持保留的意見 那接下來我就讓品宇講一下 就是關於過去對於台獨的想像 然後跟相較於我們年輕人這一輩 他們之間的落差是什麼 嗨 大家好 我是賴品瑜 然後我現在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發言人 然後目前在北大 國立台北大學念法律系 那我就接著玉芬繼續講 因為其實我到這邊其實有發現 我覺得不管是海外或是國內的台獨運動 其實我自己的觀察是過去 過去好像一直都有一個斷層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好像很多人都覺得說 台獨運動都只剩下老一輩 就是老一輩的前輩在跑 然後新的台灣年輕人好像都不太關心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的確過去是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說因為長期以來 不管是媒體或是教育 對於可能政治或是台獨上的污名化 所以會讓年輕人對政治漠不關心 但是近幾年來 我覺得台灣社會也遇到一個困境 就是說其實現在臉台灣社會的年輕人 就是狀況很糟 不知道大家在海外有沒有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有人聽過22K嗎 有 對啊 因為其實現在狀況是說 年輕人面臨了一個很大的困境 就是說 有很多 他之前推出22K的政策 然後導致 雖然很多人可能 沒有真的領到22K那麼低 但是整體的心思實際上其實是降低的 而且我覺得除了起薪很低以外 我還看到一個很大的現象 很常見的現象就是說 我有蠻多認識可能大一點的學長姐 他們畢業了之後 他們拿了可能20幾K的薪水 但是做了三五年之後薪水都沒有在上 沒有在夾行沒有在成長 那事實上其實在台灣每個地方都有發生 就是房價一直不斷高漲 然後有中國 台灣的炒房客先炒一輪 然後炒到不行 他又碰過話了之後 然後政府又害怕房價下跌 然後就開始引進中國的資金 繼續炒房繼續炒房 然後變得台灣很多地方的房價 根本就變成天價 對年輕來說 買房子根本就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可能要下輩子了這樣子 那在這樣子很多的困境底下 我覺得年輕人其實是非常不足的 而且還有一個狀況是說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其實這樣運動 我不知道能不能這樣解釋 但這樣運動某種程度上 也是一個世代的正義的表現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中間分子可能是 四五十歲的這個族群 但這個族群他們過去 他們過去在他們剛畢業的時候 剛好遇到什麼 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要賺錢是相對的容易 而且都會有什麼 黑手變圖家啊 你只要啃爬爬就會出陶梯啊 但事實上其實到這一輩的年輕人 這種事情已經不太可能發生了 你要出陶梯 可能你爸爸要是連勝文 那在這樣子中間 我說說你爸爸是連戰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就是大陸五組啦 而且重點是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草莓組這個詞 其實當初那個困境開始 慢慢浮上檯面的時候 有很多就是長輩就會反過來說 啊我們以前肯吃苦 我們就會變成投家呀 我們多努力啊 你們就是不努力才會變成這樣 但事實上我們去看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之前前一陣子有一份報告是說 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沒有拿到最低薪資 這意味著什麼 這非常嚴重 四分之一25%的人沒有拿到最低薪資 那很顯然低薪其實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它並不是一個個人個人化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真的沒有辦法就是訴諸於個人說 啊就是因為你不努力啊 所以你沒有辦法賺錢 你薪水這麼低 你養不起自己之類的 事實上就是它整個台灣已經面臨了一種困境 而且產業沒有升級 像這一次高雄氣爆 大家知道這一次嗎 高雄氣爆的事情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 產業一直沒有升級 然後還有過去就是我們的發展 譬如可能我們不好的東西都在高雄嘛 啊然後很多公司很壞啊 不好的石化廠設在高雄 然後總部設在台北 然後大部分的稅都繳在台北 啊之前蔡正元還出來狡辯說 啊沒有啊沒有不是這樣啊 那個是都是繳給國家統一分配的 但是它沒有講的是 事實上其實總部 總部設在哪裡那個比例 它會看你總部設在哪裡 然後就給那個城市比例比較高的稅 所以其實事實上就是說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台北 我自己是台北人啊 但我覺得台北的發展某種程度上 就是吸著其他台灣其他縣市的血去發展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青年人面臨了很多困境 所以像這場運動很多人說什麼 我們成功的動員了50萬人 那首先啦我要反駁這樣的說法 就是首先我不認為這次是我們動員成功 或是我們有多厲害 這真的是因為進 我覺得這場運動其實 就像富宇 剛剛應該是富宇提到的嘛 就是說它某種程度上其實是 近幾年社會運動的一個隨堂測驗 它是某個階段成果的展現 但是絕對不是說這些人是被我們動員出來的 而是這幾年不斷的開始有越來越多社會運動 然後社會的能量去累積 然後才有這一次50萬人出現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這50萬人為什麼而來 那我自己因為剛剛一芬有介紹嘛 其實黑島青一開始就是在關注福帽這個議題 不是福帽 應該說是它就是EGFA架構下的這三個議題嘛 它是一連串的東西 EGFA是一個架構 那它底下帶來緊接而來的有三個議題 對於其他議題可能土地正義或是居住正義之類的 議題門檻相對會比較高 因為它整個它是一個條約 然後整個牽涉了非常多的產業跟非常多的知識背景 甚至我們一開始自己在跑這議題的時候 因為畢竟我們都是只有Majer一個科系 我們可能比較專業的事情 就只有像我唸法律系 我可能就是對法律相對了解一點而已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想要弄懂這個東西 你必須有龐大的知識背景 你必須不斷的去唸書 然後去問學者 然後去找資料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才能夠清楚說 哪些 因為你不 除了它除了黑箱之外 其實法條本身也有問題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之後 才發現哪些法條有問題 可能它影響到 它跟你說 我們沒有開放出版業 我們開放印刷業 但是這其實是個謊子 它如果它掌握下游 其實某種程度上 就可以去掌握上游中游這樣子 我們才發現有這個議題 或者是什麼 第二類電信的問題 那我們也是在很多的努力之後 才發現這個條文的問題在哪裡 那所以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東西 它本身就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所以當初我們在推廣的時候 其實是蠻不利的 很不順 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們一直努力了很久 但是 因為它是個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過去不管是 民進黨執政 或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 現象 就是說他們對於發展的想像 非常一緣 就是整個台灣對於發展的想像 非常一緣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經濟 就是要自由開放 我們就是要自由貿易 然後不斷的開放開放開放 然後房子越高越高這樣 然後這樣就是在發展 這樣子就是 會成長 但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子嗎 2008的時候 他們說 我們要欠ECOFA 這樣就會 逆風高飛 ECOFA 那現在已經2014年了 請問這件事情有發生嗎 沒有發生嘛 那如果這麼多年來 這些事情沒有發生 那我們是不是就應該停下來去 反省說 這是不是一場騙局 就事實上 當然台坡們 黑老星的立場 雖然偏左 但是我們並不反自由貿易 因為其實我們也認清一個現實就是說 台灣它是一個海島 它本來就要靠貿易立國 所以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並不會反對自由貿易 但問題是 自由貿易 真的就只是要像這些政府 這些執政者們講的一樣 一直開發 一直開發 一直開放 不斷的開放 然後我們就會賺很多錢嗎 如果自由貿易有這麼簡單的話 那為什麼 大家都不用念經濟系了嗎 大家都不用念國報系了嗎 每個人都說 我們只要一直開放 一直開放 一直開放就好 台灣經濟就會起飛 那事實上有嗎 沒有嗎 那這樣的狀況下 我覺得就要反省說 那是不是這個政策是有問題的 而且重點是這幾年的開放之下 其實台灣已經犧牲了很多的弱勢 我們的農業 或是比較底層 社會底層的人 他可能就是被這些 這些條約 這些自由貿易壓榨的對象 這狀況已經行之有年了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是反對 我們反對目前台灣這樣子的 這樣一個經濟 這算是什麼 一個經濟想像 那 但是我講 我講這些就是說 它其實是很有問題的一件事 也是應該反省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 政府不斷的大力去鼓吹 我們要 我們要越開放 我們要自由貿易 所以讓很多人民都會覺得說 聽到普茂這東西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喔很好啊 台灣要走出去啊 台灣就是 要走出去就是要跟很多人簽條約啊 然後就是要 跟很多人有貿易往來啊 但是 很少人會認真的去看說 那我們簽的這些條約 到底 哪些是有問題的 哪些真的是對台灣有幫助 那 因為 當初這樣的狀況 像我自己嘛 我自己在試著跟人家 去講解這個議題的時候 真的遇到很多人 我一開始就是 一聽到最後就會說 你們為什麼要反對這個 啊這個不是很好嗎 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靠中國吃飯啊 所以我們應該要跟他簽這個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嘛 我剛剛也提過嘛 那些條約其實裡面 很多東西是有問題的 那也因為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們 一直推廣的很困難 我不知道 一芬剛好像沒有提到 就是我說 你知道大家現在看 外界來看 可能經過三一八之後 大家都以我們黑島青人很多 但我必須要講 我們人真的非常不多 你想像就是 在這之前我們開大會的時候 就是所有會員 組織 組織會員的大會 大家猜猜看有多少人 我們最多人的大會 只有15個人 那時候我覺得快要倒色了 而且有一陣子那個 魏陽出車禍 我們走到出車禍 然後那陣子 大家又士氣第一名 然後幾乎做事了 就只有兩三個人在撐 那時候我每次都一邊 因為那時候民進黨在開公聽會 我每次也都會去公聽會 然後我就去公聽會 然後一邊在想說 Oh my God 這個議題還跑得下去嗎 可是因為 因為我又覺得說 這東西真的很重要 而且也會影響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所以 所以還是不得不去做這件事情 但說真的 那時候我一邊想說 快要倒會了快要倒會了 然後一邊選 然後還是一邊說 沒辦法 還是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 而且還 還有一個 就是我要舉 人到底有多少 這例子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剛剛有講到陳德明這件事情 就是那時候是 陳德明要來台灣嘛 然後 我們本來想說 因為我們這個人很少 然後而且這個議題 那時候也還沒有發酵 我們想說 我們人很少 那這樣好了 我們開個記者會抗議就好了 沒想到那天呢 原本是我們總召衛陽要發言 然後他 他遲到大王 然後他那天又給我遲到 結果後來那天 我們就另外一個成員 就陳廷豪就說 他什麼溫陽還沒來 好我先上去 我先上去 結果沒想到他就在台上講了 太忘了我 非常激情 太忘了我之後就突然就說 好 今天陳德明要來 那我們黑島青就要對他 如影隨行 然後那時候我就快嚇死了 就想說 我們根本就沒有人 要怎麼 我們沒有什麼辦法 要跟他如影隨行啊 然後我想說 那可不可以收回來 結果沒想到來不及了 因為我們一看電視的話 已經突然說 黑島青宣布 將要對陳德明的行程 如影隨行 然後那次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他就說好 我們就動員到桃園機場接機 甲級動員 包含友善社團 結果大家猜猜看 我們甲級動員有多少人 還包含其他友善社團 那次桃園接機只有25個人 那時候我真的一邊去 一邊就覺得 我不知道到底是要哭 不知道到底是要哭這個 這個樣子 還是說我們自己人也都動員不來 然後而且那次就很慘 而且又發出了這種好語照 就是跟其他社團合作 然後什麼中部啊 南部也剛剛去抗議一下 那後來其實一直 我們一直這樣的情況 一直到三 那時候三一八前 傷心這種30秒 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必須承認那個當下 其實我覺得 我當然也會覺得很荒謬 或是發生這種事情 你主席突然躲進廁所 然後一下一下一出來就說 好我們通過了 這種事情當然很荒謬啊 但是因為過去那樣的狀況 因為其實事實上 國貿過去有很多事情 就是非常荒謬的 譬如說 沒有公廳會 然後馬上就要通過 這事情也很荒謬啊 那但是過去因為都 吵不起來嘛 所以其實張慶忠那時候 我也在想說 可能吵不起來 但是一直到 我刷我自己的臉書 我發現說 好像平常 沒有在關心政治的人 也在轉迫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時候風向 好像開始有改變了 我才開始覺得說 誒 說不定這件事情是吵得起來了 那我講那麼多 要解釋我們 沒有這麼多人 我們 當初過展議題困難 是想講接下來的事情 就是說五十萬人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會一直在想說 那這五十萬人 到底為什麼出來 既然服貌 它其實是一個需要花時間 需要去理解 門檻相對高的議題 那所以五十萬人 真的都是非常地平反 反黑箱服貌出來的嗎 我當然相信 出來的人都覺得說 不應該黑箱 然後 覺得這是不應該的 所以站出來 但是 我自己會覺得 背後有更大的原因 有其他更大的原因 去讓他們去站出來 所以我一直不斷的在思考 說到底是為什麼 那我後來覺得 其實很大的部分 就是因為 下一七年的困境 因為年輕人實在 過得太糟糕了 我剛剛也講了嘛 什麼二十二K啊 然後一輩子買不起房子啊 然後每天被壓榨 還要被灌老闆 罵爛草莓啊 之類的 這種事情 那我覺得這種不爽 也讓年輕人 開始慢慢覺醒 從過去對於政治冷漠之後 開始慢慢覺醒說 欸 可是你說 這幾年我們過得不好啊 過得越來越糟啊 然後你說政治很髒 你告訴我們 不要碰政治 但事實上告訴你 政治很髒 不要碰政治的人是誰 就是那些在玩政治的人啊 我覺得後來其實 大家都慢慢發現 啊 你搞的 然後就開始慢慢覺得說 欸 如果 如果這些人 壟斷了政治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要出來 去改變他 然後現在開始就越來越 我覺得當年輕人 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也越來越多人 投入政治 那最初接人在 你就是手上的那一張選票嘛 你其實你只要有一張選票 你投降那一票 你就可能改變一個候選人 你可以讓跟你意識形態 比較接近的候選人當選 因為其實 近幾年啦 台灣風向本來就已經開始改變了 所以有一個問題 是我一直沒有想到 但是我到了美國之後 我發現很多詳情問我的問題就是說 啊年輕人都不出來投票 要怎麼辦 年底會不會年輕人都不出來投票 那時候我就有解釋說 對的確過去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近幾年因為環境太差了 其實年輕人參與政治的意願 是提高的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大家也都意識到 手上的那張選票 其實是有價值的 欸 不是不是你 其實選票不是過去你蓋了就沒事了 除了你蓋了那張選票之後 你事後可能還要繼續去監督 你那區的候選人嘛 然後再來更甚 有更進階的參與就是我們可能會去參與一些社會運動 或者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次其實這次年底的選舉 除了縣市長的選舉 還有就是縣市議員跟里長的選舉 那其實有NGO然後民進黨跟台聯都有推出一個類似的計畫 就是說給年輕人一些資源 不管是競選的經驗或是人或是錢都有 然後就是讓年輕人去投入基層政治的參選 那目前我知道的就是說他們主攻的可能就是 但縣市長不可能啦 但是主攻的可能就是里長啊跟縣市議員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然後我自己對於這件事情也是樂見其成啦 因為其實大家也都知道過去地方的撞腳 可能很多都是被公民黨弄斷的 因為他們很有錢嘛 那我覺得說 因為有些人會批評說有這樣的現象 那人家那麼有錢你們要怎麼去打得過他們 但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連試都不願意試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把他裝 難道你就要一直放著他們 然後就給他錢 然後大家然後到投票 他就開始催每一家出來投票說 啊投給國民黨這樣子嘛 當然也不是嘛 你當然就是要試著去把裝嘛 你不去試的話 你怎麼知道事情會不會有轉機 所以其實對於年底的那個青年參政 青年去選舉 我自己是覺得樂見其成 然後我也我也很希望 因為我也有很多朋友去參選 所以我也是很希望他們選上 那再來 再來就是 欸我要提 那再來就是我接著裕芬前面的簡報講的嘛 因為他只講了黑老星已經發生的事情 那我現在就講講說黑老星再來要做什麼 其實因為剛才也強調了很多次 就是黑老星他本身成立就是為了ECFA架構下的這幾個議題 那當然這幾個議題也許有打完了一天嘛 那再來我們要幹什麼 我們就是針對我們的理念嘛 就是左跟獨繼續去發展 就是除了傳統的台獨 推展台獨議題以外 我們也更希望有不同的價值 不同的價值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展現 不要再像過去一樣就是藝人的非常 就是不斷的開放開放 我們要自由貿易要發展 我們希望在發展的同時 也可以更關心其他東西 比如說弱勢 然後性別政治 或是原住民議題之類的 我們希望台灣除了要獨立以外 台灣也要變成一個更好的國家 那如果具體來說我們之後要做什麼 短期的話就是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就是318的時候我們有一個 其中一個訴求就是說要建立監督機制嘛 所以這件事情還沒有結束 他目前我想幫他報告一下 境況就是說福茂福茂這個東西啊 本他現在就是卡在委員會 他退委員會 他現在卡在那邊 然後因為當初有要到 要到一個承諾就是說 先立法然後再審查 所以現在福茂暫時是先卡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要先推動兩岸監督協議的通過 那目前目前的狀況是說行政院有一個版本 但是都被我們稱作就是兩岸不監督協議 那很簡單就是說就是說 他們裡面其實大家能夠想像 因為法政府的政策本來就是想要對中國開放 所以他那個內容其實幾乎有跟沒有一樣 根本沒有就是監督到什麼 所以我們自己希望的是推動民間版本通過 所以黑島是目前短期 在政治政策上就是針對這件事情去通 希望去推土民間版本 因為他已經生出來所以不用催生 不過我們就是要推土民間版本快速通過 那再來另一個狀況就是說 因為我前面有一次不斷地強調我們人 當初真的很少真的超長 不過其實在318之後有很多人就是 當然這樣子經過這樣一場運動之後 當然會有很多人想要深入去研究福茂這個議題 所以其實黑島青也開始有吸收 講吸收好像怪怪的 好像什麼組織在吸收人好 總之他的黑島青有吸收了很多新的人進來 那目前的狀況是說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社運團體吸收人的方式 都是辦工作坊嘛 那剛才像剛才玉芬也有講說 我們辦了三場工作坊在北中南嘛 那工作坊之後的確是有一批新的年輕人進來 大概幾十個人 大概四五十個人左右 那但是因為組織這樣等於是說 我們原本可能十來個人的組織 迅速擴充 那所以中間 我覺得中間要怎麼去磨合 跟好好再重新把組織結構 綁緊也是一個很大的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目前我們就是 基調方比較軟 通常都是在辦工作坊啊 然後在四處辦巡迴講座啊 然後就像這次我們也 也受邀來北面巡迴 就是先從這樣子慢慢軟性的東西 然後先把自己新進來的人鞏固好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後續 但時間也不能太久 因為年底就要選舉了 而且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總之短期內 我們就是先試著就是 凝聚相親力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 繼續原本的腳步去推動事情 那長期而言 我相信其實我們跟很多團體一樣 都是希望可以推動台灣獨立啦 那 目前黑小青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那最後我也要講一下 就是說我真的很開心 就是這次 能夠受邀來北面巡迴 因為這場運動之後 我們也開始在反省說 我們過去是不是有什麼不足 那我認為這場運動 在某些人評價還算成功的原因 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次的運動組織了很多 有很多 應該說是有很多 國外的留學生 或是國外的 僑居的台灣人 就是主動一起來幫忙 然後一起把事情 可能就是散佈到各地 可能不管是錄影 然後放到當地的平台 或是把我們的事情 告訴當地他認識的記者 之類的 然後就是 我覺得因為這些 這些僑胞 然後就是讓這個議題 可以迅速的讓很多人知道 然後可以 可以讓這場運動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也是因為這些人 然後讓這場運動 可以做得那麼大 所以在這之後 我們就開始在反省說 我覺得過去我們 一直可能 可能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是在跑台灣 或者是兩岸的議題 所以我們一直都沒有 跟國外的台灣人 有很多的聯繫 但事實上 從這次運動之後 我們很大一個反省就是說 如果你的最終目標 真的是台灣獨立建國的話 那絕對不能把運動作小 不能只在台灣本地 我們需要的是 我們要串聯各地 有志一同的台灣人 然後去串聯起來 然後一起去為這件事情努力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你們可是沒辦法 這些議題的主戰場就是在台灣 那事實上 我們也沒有辦法 否認這些事情 就是說很多議題的主戰場 就是在台灣 但是 反過來來說 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我們台灣本地人 做不到的事情 只有外國人做不到的事情 譬如說 對美國的國會遊說 然後再組織起來 國外的青年 或是國外的僑胞 去組織起來 然後有 這叫什麼 有 順序 有 有 程序的 漸漸的去 推廣台獨這件事情 像非凡之前在一些地方 提出意見 我就覺得很好 就是說我們 我們也許可以有計劃的去 滲透 其實也不說滲透 滲透好難聽 我們也許可以有計劃的去參與 國外其他的社會議題 因為其實 有很多困境 並不是台灣獨有的 譬如說 青年低薪皮膚差距 或是土地正義的議題 其實是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發生的 那其實我們台灣人也可以透過 就是參與當地的社會議題的方式 然後你先去幫忙別人 然後再到 然後人家就會 就會好奇說 你為什麼會來幫忙 我們當地的社會運動 就可以開始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台灣 要遇到一樣的問題 跟他講台灣的困境 然後再來講到 台獨的議題 然後慢慢的把 台獨這個擬練 我們台灣人想要獨立這件事情 去讓外國人知道 然後我覺得 當有一天真的需要的時候 我相信這件事情 都會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所以我這一次真的是 除了來 剛才有提到說 但是更主要的是 我們真的很希望 可以認識更多 在海外的台灣人 然後到時候 有需要的時候 我相信有照也 我們真的可以一起 在重要的時候 在重要的時刻 一起站出來 然後一起讓台灣 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好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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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摸燈 就咬下去 是 燈給你先開一下 燈,燈開一下 燈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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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接下来 大家可能会聚焦说 接下来讨论台湾 接下来可能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 大家要注意一个事情 就是说当然了 福报协议和福报协议 这个是经济上的协议 但其实你如果看说 很多人会有亚裔说 2014年为什么突然之间 跑出一个福报协议的议题 但其实不是一个 突然跑出来的事情 大家如果印象的话 其实它是从2005年的时候 就已经写好的剧本 因为它是公开写出来 公然糟糕的剧本 它不是一个国民党 跟共产党之间的阴谋 是一个阳谋 两县历五年发生什么情况 两县历五年有时候 连战跑去中国 就是国共的论坛 破评之旅 连战跟胡锦涛见面 见面完之后签订了一个 连胡公报 连胡公报里面就已经 清楚跟大家讲说 未来入国民党执政之后 要怎么样去进行国共的谈判 那他们讲的东西就是说 基本上在一个和平统一 反对排毒的基本架构之下 往这个和平统一迈进的话 要怎么禁止呢 就是说先签订经贸的协议 接下来要进行政治上的谈判 经济上的协议 ECFA架构底下有什么东西 有投保协议 有货帽协议 有福帽协议 有争端解决机制等等 这一些协议都签得差不多了 其他两岸协议过去在谈大家还没有印象 突然之间都默默签起来的协议 已经有20一项协议 其他什么地震的两岸地震协议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 已经签了20一项 可是很多X的可能都不知道 签完了以后 下一步要做什么 当然很简单 就是要进行政治上的谈判 就是要逼你跟我准备进行同意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遥远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三月日常运动的发生 照他们原本的步骤 要进行的就是在今年 今年要去做这个事情 今年做这个事情 要在哪个场合去做这个事情 就在马席会做这个事情 你听过马席会吗 马席会就是马英九跟习近平的会面 会面的时候呢 准备要来谈这个两岸的和平协议 那事实上他们在三月过后 其实也并没有去放弃提这个事情 像习近平其实在 大家在观察说 中共在三月过后 对台湾有什么新的政策跟方向 到了四月底的时候 他们就通过党报 他们的光明报 党报 去重新宣示对台湾的政策立场 同样提到说 习近平提到 要在对台湾的这个和平跟统一 两个轮子要一起转 所以希望能够在跟两岸领导人 见面的场合 去谈这个两岸的和平的 这个协议的架构 那马英九跟江一华 分别在台湾六月 一个西月的时候接受 一个接受台讯杂志 一个接受英国的BBC的专访的时候 也同样在释放一个讯息 马习会就是要去促进一个 一个中国的框架下的一个超稳定的架头 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很遥远 本来在今年就要发生 那当然要发生怎么发生 有各种其他的版本 然后习近平他可能比较希望 在金门 来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什么叫两岸和平协议 就是说 事实上和平协议 应该是在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在交战的时候 两个 会两个 有各种签 和平的协议有各种版本 然后通常这种和平协议 其实是一个国家之内的 两个交战的团体 在交战 然后呢 要停止在什么的时候 来签订两岸和平的协议 来签订这个和平的协议 但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 就是说 台湾跟中国现在有在打仗吗 没有 我们停火已经停了60年 我们没有在打仗 那为什么现在要签这个 两岸和平协议 很清楚的事情 就是说 那透过那个马英九跟习近平 大家想象一下 在可能在New York Times 或是在什么 他可能会上Time杂志 两个人可能会同时获选为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他们就在那边握手 然后宣告说 两岸已经达成了 国共内战已经结束了 这是他们的希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展现出来的政治的宣示 那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 那这是本来在可能今年6月 或今年9月 就可能发生的事情 马英九一直很希望 在9月的时候 APEC的这个 各国领袖的经济高峰会上面 去跟习近平见面 然后达成这样的协议 但是现在当然很显然的 他们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一个很直接的原因是说 在3月的这个 抗争之后有10万人上街头 大家要求这样的两岸的 论法的协议 应该在这个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 自己下去进行 他们如果贸然做这个事情 那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那另外一方面 那大家如果注意到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人在电视上哭嘛 一直哭嘛 叫张显耀 头发高高的那个 看到有点是高领风 张显耀 张显耀就是说 他是入委会的副主委 同时也是这个 海基会的成员 在两岸谈判的时候 是上谈判出第一线谈判的人 那当然张显耀在我们来美国 这段时间刚好那一个礼拜 被爆出来说有泄密 有可能是共谍案 各种理由 然后现在已经被撤职嘛 那当然这个事情 当然对于马英九跟金律平 进一步的谈判 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他不可能再进一步 去做进一步的谈判 因为这是很不简单的邏輯 如果你的最直接的 上谈判出的那个首长 他都是一个 这首长他本身都有可能是共谍 那共谍哪有可能 只有他一个人 以及下面好多人都有问题 所以在他清查 他的这个谈判的团队之前 不可能再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这是现在有的价值 现在有的情势 可是虽然说现在已经暂时缓下来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事实上 未来在中农大选之前 还有这个一年半的时间 一年半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预测的说 在年底大选之前 在地方选举 也许他们不大敢 在地方选举之前 去进行 去推动福报协议 或是获冒协议这些谈判 因为他对于国民党自己的选情很不利 你如果注意看的话 马英九现在已经是一直跛脚马 很多党内的人也对他很不满 他去召开立法院的领事会 再通过一些协议 要召开第三次领事会 大家知道暑假上召开两次领事会 原本还要召开第三次 但这些立法委员已经不甩他了 决定不开新的领事会 所以马英九当然是 在年底之前面临到一个困境 可是年底选完之后 到2015年准备开始打 总统大选的选战之前 有没有时间 他们要持续推动这个事情 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然我们必须要有很多预备的措施 预备的措施 包括说持续去监督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大家知道什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就是任何的国家 在跟另外一个国家签订贸易 贸易协议或是政治上的协议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套法案 是在国会可以去审查监督 台湾过去跟中国签订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没有这种监督的机制 现在我们会建立这个机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事情 那就是我们要去 老国前进就我们这个组织的方案 就是去修改公投法 修改公投法 也让到时候如果他们要去签订 这种政治的谈判 这种政治的协议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直接民权的公同的方式 去做出抗衡 这是我们现在大概在做的事情 这样子 差不多都说了 但是其实 但是其实我平常都讲比较多 但我今天比较有精神 我们就想要问大家 就是说 大家跟那个波士顿这边 其他的那个年轻人熟不熟 他们有一个Harvard Square 你知道吗 知道 有去过的举手 有去过吗 有去过吗 大家知道吗 你来讲一下每个月的Harvard Square 是吗 我们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六 我们都会有一群关心台湾的朋友 在那边跟路人讲一些台湾的事情 那我们可能发一些传单 或者我们有一些布条 说可能他写说 One Taiwan One China 或者是 China Hands out Taiwan 这样子 那这些会引来很多观光客或路人的注意 因为Harvard Square是一个 非常 很多人会经过的地方 所以那我们做这个活动 已经持续四年多了 那到这几年越来越多 有年轻朋友参与 那我也希望同乡们有空可以跟大家来 你知道 滑干净嘛 对不对 然后 那 这个活动他其实 他的成效就是可能是一点一滴 他一开始并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他也是日夜 慢慢这样子累积起来 那慢慢就会有一些朋友 他常常看到我们 他知道我们 然后他也开始关心台湾的事情 那我们是希望 以一个这种非常简单的活动来慢慢 一方面也训练我们自己的论述的能力 就是如何跟别人讲台湾 就是假如我们需要帮助我们 一定要知道 You got to know how to ask for help Right 那希望以后我们会更努力 希望就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些 给跟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那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包含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 你以前就知道有这个活动的举手 好 大家举手先举着先不要放下 你以前就知道 你才而已 过来 过来你 有机会 继续举着 其他都放下 好 谢谢 我们给这些有趣的 掌声鼓励 谢谢 谢谢 我们给这些有趣的 掌声鼓励 就是刚刚的时间 我们要来就问 哪里没去的人 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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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轻早就真的是被写的写的人 然后叫我 prat 你现在们再给我出这种写的写 真的吗 我都吃 Swedish 빙 B 像是白纸的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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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还差点写这样 就试试你哦 現在呢 現在 我說實在 很久來 像讓民政黨接種後 讓人感到有理解 民政黨變的接種 讓人感到有理解 沒有改變啊 民政黨有理的 也是會執行國民團的政策 所以這樣下去 大家說 主力也來 感到一下改變什麼 做一個 這些人 人家起來不是說外圍 也不是說外圍 兩公斑 沒有 不能改變這個 你知道嗎 民政黨就是那些人 每次都會軟下來 其實 這些人會回到 四個四個回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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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到這裡 穿2、3、2、3 你現在叫我 我現在又穿下去 正經比較軟 這些年輕人 實在也是很高興 我也是支持人 就是我長老婆說 我又去 這些年輕人 這麼長 但是像我中家經紀 年度的年輕人 如果能站起來 大家在給他支持 我也是覺得 穿一零 好… 你聽麥克風 不能說 你能吃棒棒糖嗎 我… 我覺得… 我也正在睡覺 我正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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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這些人為難 實在是比較關心的是 剛才有一個人說 他們也有朋友去參選 我總會知道 你們這個選機 你們可以拙劣的地方 不能說你們參選 要每個人都出來投票 還給他們 國民黨都賣掉 那個壓力 給他們就壓力很大 當然… 我今天換這個話題 我很擔心… 等一下可以問 問很多問題 但是我現在一定要跟你為人 我們把這個問題理清楚 來 家居 剛剛有人挑戰你 他說 沒好 我去那邊沒好 我要改變什麼事情 但是你做四天 四天 為什麼大家太清楚 我們年輕人不會覺得說 這沒好嗎 他說 你什麼人 我是潘娜 潘娜是潘娜的意思嗎 好 我覺得也許 年輕人就是傻瓜 好 然後 我覺得這活動有幾個用處 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 你去的時候你發現 你發現 你不是唯一的人 OK 你會有朋友 會覺得一樣的 你會認識新人 所以這很厲害 就是有時候可能大家覺得 啊 我是不是只是 我朋友圈圈裡面只有我這麼想 或者是只有 我這個是不是只有少數的意見 但是你去那邊 你認識到很多其他的朋友 那 人多就好做事嗎 以後 多認識朋友當然是一個 有一個 networking 就是一個 以後是 我覺得就大家是有一個共同的資源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在路上跟路人說台灣的事情 那就把它當作是一個練習 就是說 好 可能爸爸想要 叫大家去跟國會議員說什麼 大家都說 喔 我抱歉 喔 我不會這麼說 那 路人是一個非常 就是當作是一個練習 那 我們可以去學習說 如何跟美國人 跟我們的朋友 跟我們的同事 或者是隨便路人 如何讓他關心台灣 要如何跟他有一些 connection 讓他也想關心台灣 讓他也要支持台灣 那我覺得這個是需要長期 這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 講成的能力 那我覺得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那你們也是練兵練很久 有非常多論述上的訓練 那 這樣子才有能力 當事情 呃 實際到了 或者是你需要的時候到了 那大家都已經準備好了 這樣 我覺得 好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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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完之後 那是這個人覺得還不好 但是喔 但是其實他們這個活動 剛剛在發展 我感覺有動力 他至少說 第一個 你可能覺得說 在那個哈佛斯科 那些人 可能沒辦法對台灣政府是這樣 但是 但是他其實有很多的其他的效果 比如說第一個效果是說 像剛剛講的這個哈佛這些的年輕人 直接內握 讓他變成可以去練習這個事情 那第二個效果是說 其實我們到美國 北美各地巡迴的時候 到每個地方 而且我們問那些年輕人說 你們沒有在地什麼行動 有什麼組織喔 他們跟我們講說 他們現在還要入口 他們知道說哈佛有一群人 很傳奇 他們每天每個月都會去那邊辦活動 對這些全美的各地的那個學生 台灣的學生 其實有示範的效果 他們會覺得說至少他們可以想辦法去做到那樣的事情 那現在的確在各地有採取這樣的行動 這是這個外交的效果 那當然各位其他人想說 我 你要去什麼練習 我哪有 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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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練習 我練習三三 你三三 你三三 我不用練習喔 我才會很會講的 所以說 我不用練習 我這邊就 我心裡練習 我心裡練習 對 但是我覺得喔 可能 我的建議 我的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是說 你有你的Network 但是你沒有把那些少年Network 可能必須還是 因為現在其實到 我們這次到各地其實也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說 很多的長輩 大家出來 其實看到很多年輕人 這一支也走出來 但是大家 如果要持續的行動 持續的繼續行動下去 好 那 總是大家要團結 繼續做這些事情 各位有你們的經驗跟 你們經驗跟過去的這些想法 其實也可以跟練習人多做一些交流 這也是現在 當我們在北美這一趟走下來 看到大家其實 想要去進一步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參加他們的活動 其實一個主要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對阿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來給你做一個長課 為什麼講這個事情 因為 我們到各地去 那個 我們到各地去 這也是為什麼我今天 精神比較不好的原因 就是我們到各地去 我們到各地去演講的時候 我們到各地去演講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同一場 對 有比較長輩 那年輕人 大家就會有一些互動 然後 大家會在互動過程當中 會想說 那我們這些長輩跟年輕人 怎麼樣去接下來去做行動 但是 就只有這一場 就只有到這邊 BOSS那邊來 就分兩場 這兩人 那些年輕人 那是感情不好 那是怎樣 那是 那是 那是那些年輕人 那是那些年輕人 一口一口一都 拿車子 那是 這 長輩不開心 這個 對 當然有很多技術上 問題 他也告訴我們說 有很多 這個技術上難題 那我可以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就是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去 去做這樣的連結 大家去一起行動 大家不用一直想就是說 我們要去捐錢 給那個台灣的什麼組織啊 那 我們這個要去捐錢怎樣 不用 這個捐錢是最容易的事情 真的不是很容易啊 就是說 那也很希望大家捐錢 但是相對起來 那個 像是你去買一個贖罪券 然後我 我對台灣的愛 就買一張贖罪券 我就很爽 我對台灣 我對台灣不說 怎麼這麼簡單啊 對 大家都很當然說 我這樣講 有些人覺得我很輕調啦 我就說 我們這裡有什麼東西 幾十年來這邊抗爭的 你年輕人啊 你不過站連一個立法院 你不要唱 唱秋啊 但是我 但是我沒有那個意思 那我 對 就是我們那個意思 這幾天下來 其實看到我這個葉子 對 包括說 昨天晚上跟那個 我們那個住的那個大哥家 還有我們講錢 他也跟陳文辰 同學的故事 其實我們都很尊敬各位 過去所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 我們concent的點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常會聽到一個話 就是說 第一句話就是說 要感謝你做的事 感謝我們年輕人做的事 第二句話就是說 不好意思 我們以前做得不好 但是 每次聽到這句話 就想說 啊 然後咧 Amen 你做不好 要繼續做啊 所以這是 應該要繼續做下去 做下去 就是 各位以前 在做這個打工運動 怎麼組織 其實跟現在這一群 年輕人 他們怎麼組織 是面臨到一定的難題 那你看這些人 馬上來哈佛找的 這些人 終於要回去 其實他們回去之後 也是成為一群 新的生力軍 不過他們在美國這個地方 去從事這樣的行動 也會影響 台灣類似相關的政策 其實 其實這很好理解 就是說 因為台灣人 都也從洋媚外 沒有什麼 他們都 看到哈佛就嚇一跳 那個人說 馬英九 每次都跟他講說 我是哈佛的法學博士啊 我很強的啊 但是 我們這些人組織的話 我們可以拿說 你是一個哈佛的法學博士 但是我們這邊有 二十雷 二十雷也是 他也是哈佛的法學博士 我們反對你的意見 其實這就很難的啊 其實當然不見得 用名校的光環 我意思就是說 當然有幾種效果 就是說 大家串聯在這個地方 的意見 就對他會造成影響 這個其實是 一個很直接的影響 或者是 在這邊大家去做一些訓練 跟培訓之後 回台灣可以參與一些行動 各位不用一直想說 要去支持的台灣 才有用 其實不是 在這個地方也有一樣的效果 那 我們當然也有一樣的效果 不是說 今天看到他 我就說 我賺兩千塊給你 應該就是問他說 他大概有什麼行動 大家去多認識 結交朋友 可以給什麼究竟的協助 那個協助 可能是過去的經驗上的協助 當然也可能資源上的協助 這都是我覺得 很重要的事情 當然就是說 在今天就是 分兩場 就是覺得不是 有點可惜 如果大家只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跟 那些年輕人 跟他多認識 或者是交流 或是一起行動 這樣子 好 好 我想跟大家看 自己的 報告或者是 apologize 因為當初我們 考量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 很多時候 辦在 庭哥 辦在 庭哥 那邊 停車是個大問題 那可能 希望說 給同鄉 有一個方便的場所 然後 也希望說 有一個比較 不需要的人數非常多 但是有一個 可以方便大家交流的場地 所以當初 就做了這個決定 那當然也非常可惜 就是 年輕人沒有車子 他們沒有辦法來這邊 那我們覺得說 我們必須要提供一個 讓年輕人 年輕的朋友 也可以接觸到 大家 所以 當然這樣子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這樣子 多收集幾個問題 再一次問他 剛剛五相片 你還如何 喔 還有沒有 我相信我跟剛剛 最後問問題的那個大哥 在哪 大家都在看 我一直在問的原因是說 我一直在問的原因是說 我一直在問的 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很多長輩 都有一種假設 校園當中 都不知道 國民黨有多可惡 都不知道國民黨 過去的歷史 但是在座的這些人 他們這裡面有 周富銘 台下歷史所博士班 他做的是台灣歷史研究 然後這些年輕人 雖然他們過去一段時間 他們可能接受到的 這個教育 過程當中 剛剛他們有講說 沒有接受到很多這個 這個 民主化運動的這些歷史 但實際上 他們這個運動 過程當中 開始接觸到這些東西 然後有一些成長 然後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大概有一個大的轉折 當然認為現在台灣年輕人 還是主要都是支持國民黨 還有這種 還覺得說台灣年輕人 都支持國民黨 我說不關心政治的舉手 對 我在上班的時候 我在出高獎 教育的教育國民黨 就是 大哥長的一個苦力 好 我覺得那個 對 大哥好像充滿了怨恨 對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大家對現在台灣年輕人的想法 然後 有一個 就是我覺得那個斷裂是有的 就現在台灣年輕人沒有那麼 沒有 沒有那麼 有一個 對 對啦 你可以說 用好聽一點講說 沒有那麼天真 這實際上大家經歷過很多的運動 這幾年下來經歷過非常多的事件 這次330的時候 大家可以持續觀察那個 就是三月份的整個運動 大家去觀察那個民調 就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支持率 在整個太陽花運動過程當中 國民黨的支持率迅速的往下降 迅速的往下降 而且很大幅度的往下降 馬英九支持率也是一樣 然後但是有 當然他還有另外附加的現象 就是另外一個現象是說 民黨的支持率並沒有往上升 就孟子昌剛剛蠻符合那個 剛剛我們一個長輩講到說 就是對民黨很失望 民黨執政好像沒有改變什麼 那孟子昌他也反映在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那個民調也反映出這件事情 那現在基本上我覺得 你說 你真的仔細說就問 台灣大多數的年輕人 現在還有哪一個人 認真的覺得 國民黨做得很好 馬英九很帥 我要投給他 基本上很少 非常少 啊 連職人都沒講 他不在我們討論的範疇之內 他有什麼 基本上很少 如果覺得大家要先有這個認知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 回去做幾件事情 然後我也會 當然長輩們給我們很多的建議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回頭過去重新做幾件事情 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長輩們很多鼓勵 我剛剛所講的說 長輩很多給我們鼓勵說 這個 不是你們做的事情 都是我們以前做得不好 所以 你們繼續做這個事情 要不然就是說 你們做的我們很有希望 這樣 然後 仿佛又把所有的希望 都投注在這些年輕人身上 然後投注在這些少數的幾個人 然後看到他們就 就是跟他們握手寒暈啊 然後鼓勵我們啊 然後說這個 這個 感謝大家 但大家自己仔細的想想看 你們是不是曾經也對某一些人 這樣走國 例如說蔡英國 比如說阿彬亞 比如說阿彬亞 大家是不是也做過類似的事情 大家是不是到了2000年 阿北取總統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阿彬亞出來算了啊 這個 台灣南美希望 有這樣想法舉手 當時候誠實一點喔 誠實一點啊 誠實一點啊 有啊 剛剛說我阿彬亞是台灣的希望 夾手 2000年的時候 台灣人都這樣嘛 他 在這件事情 反映的這種荒謬 然後2008年那個 民黨選出之後 2006年選出之後 然後大家開始depress 大家開始覺得 沒有希望 大家開始覺得好難過 然後不想參與這件事情 然後覺得年輕人都不出來 然後覺得不想關心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荒謬的事情 你幹嘛要把你的希望放出在 在某一個待遇的個人身上 或是某一個黨的身上 或是某一個黨的身上 這件事情根本上是不對的 然後你現在 很多的長輩對我們也是這種態度阿 就是覺得我們這些 太陽花出來阿 少年這台出來阿 哇 真厲害真厲害 都 大家繼續去打招 你們去做就好 台灣就夠好人喔 大家都是這種想法 這種想法 我覺得這種想法 那 誰能保證 誰能保證哪一天 你所相信的這些人 他們運動 不管他是 未來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運動搞失敗也好 個人的腐化也好 還是說政黨之後 如果接下來有人去參選 選輸也好 誰能夠保證 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沒有人能夠保證 然後如果今天我們在座各位跟你們說 拜託大家相信我們 我們一定會帶領台灣往前走 而且台灣一定會成功 然後我們就大家一起跟著我們走 這種話也不要相信阿 就這種話也不要相信阿 如果我們講這種話 而且大家在座各位相信的話 後來有一天 你們要面對到的事情就是 你們覺得又很失望 然後台灣沒有希望 所以正確的做法 就是不要把你的希望 投注在那邊單一個人之上 大家覺得什麼天 看起來很可靠嗎 好 什麼天 我覺得算蠻可靠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基本上是這樣 過去一段時間大家習慣了 我覺得這點就是台灣人最根本應該要改變的態度 從頭到尾我們就不應該 把所有的希望放在我們單一個人身上 然後就在這一點的前提之下 我覺得各位長輩們大概可以回去做幾件事情 就是除了大家看到年輕人出來之後 看到深山林運動 好像是一群年輕人出來的時候 感覺到很有希望 除了這種 要避免這樣的事情是什麼 避免這樣的事情的做法就是 大家可以實際上更去參與這些運動 怎麼樣參與 不是只是說 下人出來我們館錢給你 或是說 跟你們拍拖子這樣 在後面當啦啦隊 不是這樣 而是說你們要真正去投入這些運動 我覺得 我們在美國各地碰到的一些長輩 我覺得很了不起的地方是說 大家在這個地方待很久 但是大家是 我知道說當然有些 世代上面會有一些 大家溝通上面不順遂 譬如說我們知道說 像Mancouver那邊發生的事情 所以那個 一開始Mancouver一群年輕人 剛太陽號剛出來之前 他們就已經太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但他們第一件做的事情 像推廣台灣的事情 他們是在 10月10號雙十節的時候 去辦了一個 在Mancouver辦了一個活動 然後全部都是滿滿的車輪機 然後那個長輩們看到就覺得 這天撞一撞的阿欣 大家就覺得很不爽 然後到330年的時候 又看到這些年輕人出來的時候 都是拿那個 車輪機出來 然後就覺得阿欣賣不好 然後覺得對這些人很失望 然後批判他們 然後就跟他們發生一些衝突 然後這些年輕人覺得很無辜 我也沒有做什麼 但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而且我支持這種運動 你們幹嘛這樣罵我們 然後互相之間彼此不了解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要真的 參與這種運動的話 我們發現其實不管是在 Vancouver 在Mancisco 還是在Detroit 在DC 我們都發現一些長輩 他們持續不斷在陪伴這些年輕人 或者說不要說陪伴 就是說跟這些年輕人哪這會 就是說 那當然也知道說 可能有些年輕人覺得 對中華民國本身這個圖騰 這個simple 並沒有太多的反省 或者說 並沒有太多的想法 或者說 他也覺得有一些問題 但是他覺得現在 那是最能夠號召大家出來的東西 但他們就沿用這樣子的 沿用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繼續去做一些事情 有些人是這樣想 有些年輕人這樣想 那有些長輩當然也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還是願意去跟他們在一起 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陪伴他們 然後在過程當中 會慢慢的調整 而且彼此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 嘗試去做的事情 就是先開始跟身邊這些年輕人接觸 所以第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做 就是等一下 下午4點半的時候 在Harvard 還有彥晶晶特殊館 還有一場演講 雖然我知道那個地方爆滿了 然後停車位可能很難找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用其他方式去 譬如可以搭地鐵 或搭其他交通工具 還是可以一起去 宣傳的地方 那即使你剛剛覺得 已經聽過我們講 不想要聽我們講話 也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去那裡 跟那裡的少年人實在 認識一下那邊的年輕人 然後跟他們多一點交流跟互動 對 這是我覺得大家第一件 可以做的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說 很多長輩都碰到我們 都覺得 你都沒有了解 在國民黨的歷史 你應該去教這些 其他的少年人 說國民黨過期是 要不要去台灣人 不要去台灣人 你應該要跟他們講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跟台灣現在現實上面 是有點脈絡上的脫節 因為現在大家 多多少少都對國民黨 過去有些認識了 但現在大家更需要做的事情 是進入到每一個議題的細節 譬如說兩岸協議 進入條例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然後具體的真點是什麼 然後我們現在面對到的 包含說是 剛剛譬如他們講到22K的問題是什麼 整個產業政策 勞工的問題是什麼 進入到每一個問題的細節裡面去了 然後兩岸關係的資源發展 包含說我已經剛剛補充 那整個從聯誤公報以來 那樣的脈絡 我想請問一下大家 過去一段時間 你在那裡主張台灣哪裡 但是你有認真去 認真去 研究這些問題 說到底整個一中架構 或是說整個九二共識的論述 甚至說是後來兩岸的政商平台 這個關係的建立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然後怎麼樣一步一步 推談到現在 有去做這樣的功課 有去做這樣的功課的舉手 好 哈佛那些 對 剛剛 對 有一些 就絕大多數 萬代丁幾台都陷入一種 只要碰到年輕人就會先想把自己 以前過去沒有完成的事情先完成 但是沒有發現說那個 我們現在面對到的問題 不只是你們上個世代的問題 就已經不是你們上個世代面對到的問題 上個世代整個大的運動方向 可以歸結在整個反國民黨 或是說反國民黨補財同志 的整個大的那個 底下對不對 但是 我們現在面對到的問題 可能不是啊 我們現在直接面對到的問題 甚至說很多年輕人被啟蒙的原因 是因為他 直接遇到生活上面最實際的困難 學代講不出來 學費很高 然後學費每年在調漲 然後現在上任的教育部長 每年在喊這個 這個學費要調漲 甚至柯文哲昨天在喊說學費要調漲 那年輕人遇到困境是這樣的問題 然後從這些問題裡面 然後從土地的問題裡面 一次一次就這樣子 慢慢上來累積起來的這個政治意識 所以我覺得脈絡上是有點不一樣的 然後我想今天講那麼多 但是我還是 那個時間的關係 但我們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別人希望大家還是先去 那不是明天 等一下大家還是一樣可以先去 哈佛那邊 認識這些年輕人 即使大家可能 可能沒有位置坐 但沒關係 就是大家還是可以先過去 來面認識一下大家 好 謝謝 各位我抱歉 這樣兩分鐘 因為剛剛媒體的部分沒有回答 然後其實 我次2012年的時候有來 那個基金會 我們有來美國巡會 其實我兩次來 這是第三次 兩次來美國 改成說 料好,代算算輸 冷清控協定 2012 然後我來的時候 嗯 就是我知道大家都非常dism polít 因為其實包括我的 我的小孩 跟他比較不一樣 就說 1996年 我們台灣有第一次總統名選的時候 我剛才是個中心 他就是有的 到處呢 那我想說 大家想想看看就是 1996年的台灣 那時候 我們要有第一次的總統名選 我們在原來 reach 就說我們可能在有生 就是我們可能在青春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台灣有一個男生的總統 1996年然後2006 這樣2016也比20年 20年這樣經過之後 中間都經歷過了一個政黨輪替 那我們曾經以為說 政黨輪替又可以帶給台灣一切 包括我自己也是 就是我叫城東一定有票 台灣都可以 因為我都OK 可是其實沒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公民黨登記的統帝 讓台灣老闆很多很多的問題 不然在教養還是政治 文化 問題 那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民主轉型的過程 其實讓我們有非常多的 困難的問題也要去面對 那我也知道說 各位長輩從年輕的時代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打拼得很辛苦 就算我自己 我16歲開始肯定 台灣文化研究社這樣一路 10年晚我自己也會記住 因為覺得好像 忙忙嘛 我們一直堅持 可是那個光有時候會弱掉 弱掉 好像又有忙 可是到底什麼是可以支持 我們撐下去的 我想很多長輩 曾經經歷過美麗島事件 跟陳文成事件 那時候打在海外 還想說 我們其實都被監控嘛 那我們只能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再想說 我們去聲援陳文成 全世界的人知道說 有暗殺事件 然後還有就是各種人權的議題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想到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 我們有成功的時尊嘛 對那其實 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知道可以理解說 冷清空杯之後 大家很失望的 那包括我們這些人 我們在進入立法院的 那3月18號那天晚上 其實說真的 我們只有找到20 30個年輕人 我們沒有確定 我們可不可以佔領成功 可是我們就是做了 因為你沒有做就是沒有機會 可是你做了就還有一點點機會 對那我想可能 剛剛我們的一些講話 可能讓各位長輩覺得說 我們可能沒有去理解說 大家現在的情形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 這一個故事裡面 有些大家其實在美國社會 已經有了非常多的一些 Network 那有一些可能有社會的一些網絡 那也許未來可以讓這些 有心想做事的年輕人 在地的年輕人 可以帶他們去認識這樣子 那也許可以讓大家可以 就是用各式過去在 在見識前的經驗 穿承給年輕人 然後知道說 我們還可以怎麼樣 要往前走 那媒體的部分 其實台灣現在有些變化 2008之後 很多人都說 媒體是台灣最要改革的 所以他們去成立了一些 新的媒體 那今晚就是 我們年輕人點到期末首頁 其實都會看到一些 像心頭殼 就是以前自立網報的那些 報業的同仁 他們就是 莊豐佳他們就是 成立了一個網路媒體 那讓更多年輕人去吸收 就是比較有歷史眾生的 這種大灣的新聞 那還有就是一些 像苦勞網 或是一些比較獨立媒體 那他們也是長期 就是小小的這樣耕耘 可是今天可以進入到 很多年輕人 一連到期末首頁 就可以看到的新聞的來源 那我想說 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 一些年輕人想要在想什麼的話 也許我們除了看 在這邊看自由 時報 三立 跟新聞之外 那大家可以 比如說去訂一下新頭殼 新頭殼 new talk 他們有FB 或者是網站 那還有像有一些公民團體 包括我們今天來的 導國前進跟黑澡青的臉書 那還有像台灣農村陣線 這麼多農村的議題都是 都在這些臉書上面出現 那也許就是 這些媒體 我們其實媒體很重要 那媒體要改革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掌握那個 我們沒有辦法掌握主流的 可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這些 獨立媒體開始做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都要耕耘這樣子 那可能剛剛我們發言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都沒有了解這個情形 不過我們真的很希望說 讓我們318的時候 是要讓全世界可以看到台灣 到底是因為 我們不分世代 我們沒有分年輕人 跟比較年長的長輩 我們沒有分 我們大家做會 把文童撐起來 那希望318過後 我們可以繼續 把這個能量連續下去 謝謝 超指定委員會怎麼打 超指定委員會怎麼打 好 好好好 請問你 第一個問題當然說 你說那個苗栗的問題 苗栗為什麼 當然你說 劉正宏這一次完以後 現在國民黨候選人 他的那個民調支持度 還是有7成 很失望的狀況 當然你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 你說什麼文化 有時候客家人 怎麼比較保守 其實我也覺得不是那種原因 主要的原因還是說 過去大家知道說 在國民黨執政的 這個戒嚴的這個年代 大家特定這種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最直接的 配合上國民黨 給他們的壟斷事業 讓他們可以壟斷地方的產業 這個其實在民主化過後 其實還沒有可以破除 苗栗就是這樣 簡單講說 比如說 而且苗栗的特色 這些農業縣 鄉下來的地方 尤其是會這樣困境 就是說 苗栗是一個沒有人口流動的 沒有什麼人口流入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跑出去 然後大部分留在那個地方 不會有什麼新進來的人 新進來的產業 就是原本的地方上這些產業 原本的地方上產業 基本上就是過去這幾十年來 國民黨這些人 長期把持的產業 這些把持的產業 沒有什麼基本上做生意的機會 靠什麼 靠憲政府給予你的工程 或是給你合成 這些工程必須靠憲政府 不要舉個例子 今天如果過 如果今天是一個土地要開發 今天如果也是工業用地 要轉成商業用地 我因為那個決定權的就是 原本憲政府 原本憲政府 決定說土地可以變更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跟劉正宏 跟國民黨沒有關係的人 要去買那個地 你絕對不敢買那個地 因為你買那個地以後 你可能根本土地沒有變更的機會 買那個廢地 所以一定是跟國民黨有關係的人 他可以去買到那個地 然後去做開發 去遵循你做接下來的建設 所以那土地 那這個建設有土地開發商 有建商 有建商還有下面這些工人 像我們的那些同學 這些東西其實是很直接的關係 那如果破除這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當然是說 我們必須要去讓 是憲政府不可以有這麼 泛濫的權力 去決定說 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不能做什麼事情 這是我們在做公平運動的感覺 就是說 包括說你的土地的徵收 不能有這麼任意的做法 就是說憲政府可以有什麼大缺陷的決定 這是我們在做運動 在做制度的改革 第二個當然是我們希望苗栗在地 發展出一些獨立於 過去壟斷的這些產業 像我們現在很多的朋友在發展 意大利的觀光的產業 一定要時間要結束 大家真的來不及是不是 好 好 第二個問題你介紹 媒體的問題 大家呢 原來上次來的時候 這個 就是因為媒體壟斷的事情 然後來到美國 可以壟斷就是過去這個 蔡野平 就是她通過中國的這些資金 要來收買台灣的媒體 甚至要壟斷台灣的媒體 要怎麼做這個事情 當時我們就提出一個訴求 就是過去大家的傳統觀念裡面 都認為說 哪個老闆買到那個媒體 就是那個媒體就是那個老闆 那個媒體必須要聽那個老闆的意思 去做這些宣傳 但是事實上不應該是這樣子 台灣在過去二十幾年前 在這個 1990年代 他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就是說 事實上老闆不應該去介入 媒體的編輯內容 要有編輯台的自主性 所以在媒體壟斷運動的時候 我們提出來說 應該要讓這些媒體的工人 這些記者 他們其實就是工人 他們應該去組成他們的工會 然後去維持他們自己工會的自主性 要求老闆不能介入編輯台 那從過去段時間 包括蘋果日報 一電視就組成工會 各位如果注意的話 九月一號 一電視的工會 要展開台灣電視史上 第一次電視的媒體的bug 這些東西都是持續在推進 然後可以根本改變這個問題的因素 不然是我們就持續在推動運動 還有沒有時間還是沒有時間 好 謝謝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來 那我們也有很多功課要做 好 那現在我們要感謝一些同鄉 像之前有說要支持學生 或還有這個巡迴的 那我想我們有準備一些 大家簽名的帽子 那第一個我想要先送給我們的 馬來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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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